大家好,欢迎来到Suping4MOOC课程结构化查询语言SQL的第三讲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亚杰 那么第三讲呢,我们主要来讲一下Select语句 这是一个SQL最基本的语句 首先我们看一下什么是Select语句 Select顾名思义在英文中是选择意思 那么在SQL也就是选择什么 选择数据库中的列 选择数据库中的数据 那么我们是按列来选择数据的 我们Select,Select后面加什么 Select后面加你想选择的列名 然后From,From加来源的表名 那么大家在SQL中有一个符号是需要注意的 那么就是信号,信号代表什么? 信号代表了All,也就是全部的意思 如果我们Select信号,Select全部的话 那么你最后得到的是将是你的来源表中的所有数据 那我们如果不想选择全部的话 那么我们就直接把列名写上 然后在各列之间用逗号隔开 当然不要忘了啊 这个From最后 From表 From后面加了表名 然后最后还要加一个分号 以示这个SQL语句 这是一个中段 在Select的语句中 我们可以直接运用算术运算式创建表达式运算 那么这个运算符相当 我觉得我如果说了 大家会可能会从屏幕里伸手揍我的啊 这个加减乘除 不用我解释了啊 那么这个算术运算符如何使用呢 我们直接使用 这里我们看一下 我们slag 刚才已经说了slag的slag的后面加什么 加列名吧 我们选了lastname都有号 然后有个salary都有号 然后最后这一列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这个列名显然就不是一个表中的列名了 这个等于什么salary加300 那么这个加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算术运算符 它表示什么 它表示这一列将会显这列的内容就是这个salary加300 然后显示的结果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是17000加上300变成17300了 对吧 然后还是说刚才我说如果我介绍运算符的话 大家会揍我 然后那么估计这个优先级我如果想介绍的话 大家是不是也想揍我啊 但是我还是要简单说一下啊 这个在sql里边算术符的算术运算符的优先级 然后我们数写里边是完全一样的乘除优于加减 然后如果有小块号的先算小块里的 好就到这 大家看我们sql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有特色的一点啊 是这个东西new值 那么这个new值代表了一个未复值的未知的值 然后它不等于零或者一片空白 如果我们说一个单元格里边值是零的话 那么代表这个单元格里边有值 对吧 然后如果我们说它是空白是space的话 那么是这单元格里没有值 那我们这个new如果这个单元格里边的值是new 代表什么代表这个单元格相当于是一个被一个不明物体所占据了 但是你又不知道这个物体是什么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说它被零占据了 那么你知道这里是个零 但如果被new占据了 你能说里边是什么吗 也许是我们刚丢的那个mh370啊 再来看new值的特点 包含new值的算数 表达式结果都为new 这个就相当于在乘法算式中只要有一个零 那么结果就是零 大家可以这个类比着去记 再来看我们日期的算数表达式 在数据库中如果我们存取日期 然后如果我们想对日期做操作的话 直接加减就可以了 我们也只允许加减法 因为没有人会对这个日期做一个乘除法 日期加一就是加一天 日期加二十四分之一是加一小时 这个也是非常简单 我们可以直接写 然后slack的一个别名 不是slack的别名 是slack的可以给列付一个别名 这个别名英文叫alias 这个怎么附呢 我们slack的了 你想选择数据原数据的列 原来的列名 然后新列名怎么着 新列名直接写 然后中间用s连接 或者中间用空格连接 但这样写有一个缺点 就是说这样写写出来的 我们看我们输入的是小写内幕 但是最后变成大写内幕了 这是为什么 因为这样这种情况下 系统是对大小姐不敏感的 如何让它敏感起来 加双引号 大家可以看底下这条语句是类似于上边这种 用空格连接原列名和新列名 的用法 但是它在新列名上加了双引号 就代表这是一个整体 而且这个大小写就变敏感了 所以出来跟我们输入的是一样的 大家看这个annual salary也是 slack语句中的串联连运算符就是这个双数线 它代表了什么 它代表了我们会把两个列之间的两个列对应单元格中的内容连接起来 也就是说你看我们选了last name last name在这个第一单元格里边是king 然后job id是什么 job id是这个ad 什么什么是吧 然后我们用这个 我们在写slide的语句的时候 用这串联运算符把这两个列连起来 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连起来的 大家可能会说 这个如果连起来了 然后一大长串 我怎么区分哪个是哪个呢 或者说我想表达一个意思 这根本表达不清啊 我们接着往下看 使用文字字符串 我们在两个连接符之间加一个文字字符串 然后文字字符串用单引号表示 这最后出来结果是什么 last name跟赵白地之间有一个意思 是不是 甚至说如果我们中间什么也没有 只有一个空格的话 那也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合并后的单元格 两个原始数据分开来 还有一个小的避免混淆的点 那么就是两个单引号显示为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说了 这个两个单引号之间可以加一个字符串 然后字符串会直接显示出来 那么如果想在这个字符串中表示单引号怎么办呢 用两个单引号表示为一个 好那么slide的语句就讲到这 如果你想进阶学习深入学习这个SQR的话 还是推荐这个SQR开发指南皮拉斯写的 Oracle的一本非常权威的著作 好感谢大家 下期再见